大家好 我是Tim哥 今天是4月11號 我們來看有哪三則客氣無報 本影片由傑昇通信贊助播出 我們來看第一則 根據外媒9to5Mac他們揭露說 其實官網有出現短暫的資料 就是Apple要推一個新的電源接器 就是他的新的插頭 那35瓦的功率 而且有兩個USB-C的連接埠 那他在Apple的資源官網 的那個上面資訊 他說這一個插頭 有可能短期內會現身 但是蘋果是馬上就把它移除 這頁面也馬上被刪除了 那如果有的話 就是蘋果第一次出雙連接埠的電源的轉接器 那可以適用給誰 iPhone iPad Apple Watch 這些裝置 然後他裡面就有指出說 他有具備USB的PD快充 然後他包含他可以最高 你可以想像一個情境 就是像iPhone 13 Pro Max最高到27瓦 他就可以支援 那你插了他以後 另外一端就可以插一個5瓦的充電攻略 什麼東西 Apple Watch 所以他就會出了一個剛好兩個USB-C的轉接頭 那這個轉接頭呢 他就是這個插頭 他是不是會有淡化加的製程放在這裡面呢 因為如果是的話呢 他就因為淡化加他有個好處是他的那個那個體積比較小 而且充電攻擊比較大 但目前呢就是 是有說有會出 但是呢到底會不會淡化加 我覺得如果是的話 哇 在市場上有一些插頭 大家就要小心了 因為蘋果要出了 不過 沒關係 我們家也有賣喔 你也可以先買我們家的 我們家也有出 兩孔 USB-C的 我們還多了一孔 Type-A的 我們來看第二孔 蘋果WD-C22 他在台灣時間大概6月7號凌晨會登場 那 外界 推測說 除了iOS 16 這個我等一下會說 那彭博社呢 他們有 證明說 Mac有可能會出一個新的產品 什麼東西呢 他說有兩款新的Mac會在最近的年中 中間的中喔 會有機會推出M2晶片的 MacBook Air 跟13寸的MacBook Pro 那因為之前就有消息有傳出啦 那 全新的MacBook Air 他外觀會有重大改變 白色邊框 而且熟度加入白瀏海設計 而且放置視訊鏡頭 那不具對呢 沒有具備 Face ID的 臉部辨識功能 那產品定位上呢 會讓MacBook Air跟MacBook Pro的差異會把它拉大 那此外 M2晶片會先以入門版為主 那後續才有 可能會有 M2 Pro M2 Max跟M2 Ultra的強化版本 所以其實 軟體以外呢 在WFDC這次呢 硬體呢 應該是真的 會有 而且下一則呢 我更期待 我們來看下一則 我們講 第三則之前呢 我今天早上呢 在出門之前呢 我有問大家意見說 因為我們科技無報已經392集了 然後想說400集 來併了一個3.0版 然後下面就有投票 就目前呢 我們到現在是11.04 也就是一個多小時 那目前匯集了409票 大家都想要加一個周末版 然後另外一個第二高的得票是新增生活娛樂版 就是在周末的時候 10號員工 準備要上場了 但是下面有 有些人有建議說 可不可以上字幕 可是 各位你們知道科技無報其實是誰剪的你知道嗎 其實是 我們家的助理剪的 所以 那個要上字幕的話 我怕我們沒有辦法那麼及時 不過我們 想辦法 我們再溝通一下 反正400集以後 我們會來升級個3.0版 導演你有什麼意見嗎 字幕喔 可以 可是我 CC字幕 Maybe可以 Maybe可以 我跟你講 沒有沒有 我們在400集的時候再跟大家 缺了一下 我們在內部討論一下 我們內部 然後有人說可以新增播報組織 主持人偶爾一週一次 這個是第三 得票高的 國報主持人要不然換掉 沒有要偶爾換一個別人來一下 可能換你呀 好了我們來看第三則 據彭博社 他記者 他也在 他的新一則 他有個專欄 然後說 這一次iOS 16 跟WatchOS 9 有來重大更新 iOS 16 在通知功能 與健康追蹤功能 會帶來全新的 重大的強化 那怎麼說呢 他會說 不會只有 界面上的一些全新的改造 那 他有提到說 他這一次呢 在iOS 16 裡面其實最重要呢 他有強調一個彩蛋 這個彩蛋是什麼呢 就是Apple預期將 發佈 混合實境 頭顯裝置 那 但是呢 在iOS 16 Beta版裡面呢 他有 充滿了什麼 全新的頭 頭顯 這個裝置 跟iPhone 互動的一些應用的一些線索在 所以呢 還有說 這次的iOS 16呢 他 會覺得非常期待 那另外呢 在iOS 16上面呢 因為 平板 大家是 希望越來越大嘛 然後呢 他有 有望擴大 iOS 15 可以 更方便的多工的處理操作 那有可能呢 例如iOS 15呢 會有全新的 不是有多工 選擇嗎 他可以選擇全螢幕啊 然後滑動之前分割顯示啊 然後或者是方便操作多個APP嘛 那 也可以讓了一些比較專業的用戶 在iPad的感受可以跟 電腦更再貼近一點點 好 那另外擇一切就是 WatchOS 9 他會將活動紀錄跟健康追蹤功能呢 會有重大一個革新 那 另外呢 就是 他也有可能呢 會把螢幕呢 你也知道 四年前喔 那個Apple Watch S4跟S3呢 他的螢幕是不是加大嗎 那他有提及說 螢幕也加大了 那接下來 他有帶到 9月份的Apple Watch 那也可能會有三款不同的新品 我們這禮拜呢 會有蘋果眉預報 那相關的很詳細的內容 我們在蘋果眉預報呢 跟大家分享 今天晚上有影片喔 晚上影片見 如果您可以選擇 就要去看看 可以留意借掉嗎 你會在這裏 呢 然後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